卡巴一声,女人的骨头断了,五根手指玩起劈叉,更吓人的还在后面 研究员医内尤波娃掀开病号符,看到女人后背千疮百孔,甚至长出了蘑菇 蘑菇放到显微镜中放大,里面竟然是宛如魔幻森林的变色真菌 尤波娃兴奋极了,这一发现绝对能拿诺贝尔奖 隔下一秒,气狼先翻了他,基地遭遇不明爆炸袭击,关病人的隔离间泄漏了 然而他和卫兵伊万诺夫走进去,没看到人影,脚下就踩到了什么东西 一天隔夜的芋泥泼泼奶茶一样,粘稠,恶心 这一摊业底就是刚才的女病号,好好一个大伙人,如今居然融化了 两人没有戴口罩,看到副肉中突然冒出两颗气泡 尤波娃赶紧拉起高领毛衣遮挡,逃出使馆要采集样本 此时就听啪的一下,农头战气,壶灭而来 伊万诺夫应声倒地,痛苦地在地上挣扎 尤波娃懵了,他慌忙捡起防毒面罩 刚起身就看到了一个黑影,浑身布满40米的骨刺 发了风般的逮谁咬谁 这些人为什么会变成怪物 故事还得从全世界最深的人工洞穴,克拉生孔说起 两小时前,疾病专家尤波娃接到命令 算是谋秘密基地出了事故 他飞到冰天雪地的克拉半岛,还没下飞机就遇到了怪事 科研队的阿伟不顾警告,神种竖枪却又站了起来 还拉响了手榴弹 基地马主任告诉他,最深处的实验室炸了 不少人得了怪病,阿伟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尤波娃必须赶在彻底封死前前到一万两千米以下 取回生物样本,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特殊武装部队 他们的交通工具只有一部电梯 而且必须插入通行卡,一旦输错三次密码 铁笼子就会直接坠落 狂唐一声,梁山岗门牢牢关闭 电梯开始疯狂下行,冲向地底一万两千米 这里是克拉深孔基地,也是到达地球最深处的人造物 望着跳动的数字,乘客们都很惶恐 气压变化太快,他们喘不过气 拿着负责带路的马主任却不慌不忙戴上面罩 等到众人彻底晕死过去 电梯也稳稳停在了地下五千米的生活区 这时马主任不断拔出通行卡 转身消失在黑暗之中 研究员医内尤波瓦被队员含醒后才知道 他们中计了 克拉深孔的挖掘凿穿了永久洞土层 释放了亿万年前的微生物 感染者无药可救 马主任突然再次出现 警告众人后再度逃走 没有马主任手里的通行卡 回不到地面的他们只能在此陪葬 事不宜迟 武装搜索队立刻兵分两路 尤波瓦留在生活区检查幸存者 表哥则带人继续下潜 寻找马主任的下落 期了没过多久 对将激励传来彪哥痛苦的哀嚎 说是千万不要放他们回来 但尤波瓦毅然选择打开了门 可惜在那一片死寂中 众人只找回寥寥几名幸存者 而彪哥迎可自己抹脖子自尽 也不愿连累活着的人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比死还可怕 尤波瓦想要找到答案 就只能继续下潜 电梯如高铁 垂直驶向地心 画面越来越陡 空气也越来越闷 在他们快被憋死的前一刻 克拉声孔终点到了 此时马主任的尸体就躺在外面 可那里的温度比桑拿房还要高出一倍 不是凯迪拉克车主根本受不了 男人们怂了 尤波瓦却拼了 他戴好面罩 冲入热浪席卷的最深处 再睁眼 顿时惊呆了 空气PM2.5爆表 悬浮其中的不是灰尘 而是各种致命包子 此来一声 女研究员尤波瓦刚摸到死者 手掌顿时劈开肉绽 因为这里是深达一万两千米的可拉声孔 温度高达两百摄氏度 穿着高领毛衣的他 很快就热到冒烟 看不清方向 尤波瓦只好摘下面具 去拿那张该死的通行卡 没有这玩意儿 所有人都无法坐电梯返回地面 然而等他返回基地 一个数吨重的肉丸子从眼前滚过 那是十几个人类身躯 溶解之后形成的怪物 尤波瓦躲在暗处 逃过一劫 然后赶紧跑到冷库 用冰水从头淋到脚 此时他已经严重烫伤 成了个大红人 降温过后 他贴在地面缓缓爬行 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等他扇扶起最后一名同伴强哥 以为就要逃出升天的时候 基地自爆倒计时结束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好在两人和怪物擦肩而过 躲过致命一期 暗动了上行的电梯 万万没想到 同伴伊万诺夫也在电梯 但此刻他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人 吐出的呼吸也全是包子霉菌 伊万诺夫劝他们别回去 毕竟所有吓到克拉申孔的人 都感染了怪病 回到地表 势必会引发灾难 胸中有大爱的尤波瓦 决定杀身成人 可强哥不答应 他不想等死 撕破脸皮的两人扭打在一起 伊万诺夫出手相助 神出一指 戳爆了强哥 此时的尤波瓦 已经全身闪着暗红色的光芒 他知道自己即将变异 可惜他阻止不了电梯的上行 一头栽倒在地 再醒来时 人已经被增援队伍救出了基地 令人感动的是 女人强行夺过手雷 在一片白茫茫中 拉响了引线 好了 今天克拉申孔的故事 霞叔就说到这里 喜欢就点赞 评论 再加个关注 下期视频更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